大家好 我是葉月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 1955年的戈吉拉逆襲裡面的戈吉拉跟安吉拉詩 認識嗎 不認識 我只認識戈吉拉 1955年裡面那個戈吉拉的逆襲 是戈吉拉系列裡面的第二部作品 那裡面有出現這隻安吉拉詩 那他算是在東堡裡面的怪獸第二大元朗 對 第一大元朗兩天戈吉拉 那這隻安吉拉詩他在1955年戈吉拉歷情裡面 他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 戈吉拉跟安吉拉詩兩隻都是用清淡附和 這時候你聽 被吵醒的意思 對對對 爆炸太大聲 欸 炒麵了 起來就炒小幹 起床氣很重 你要看他口臭多臭啊 太超臭 睡幾千年了 把這個臭死了 先下來 後面戈吉拉的誕生又有變 就是在日本有一次拍戈吉拉 然後他是找到一個叫木教授 然後木教授就消失在船上 上面就有一個報告是說 戈吉拉是古代的色彩生物 他是吃苦澀變一變的怪獸 所以這個背景有點衝突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 好現在來到我們細節時間 這是鹿角最美是不是 沒有我想要讓他看著很大 感覺很像吃汗看人家屁股 真香 真香 OK那我們先來看安吉拉詩我們的 安利哥 不是安吉哥 好我們先來看 這角度 有點好笑 好我們先看正面 其實他臉部 感覺好像剛睡醒 這看起來超憨的 超憨的沒有什麼精神 對 這種龍 可以做我們哥老的對手嗎 我怎麼會知道 可是當初也是打得如火如土的 好那 臉其實是這樣啦 他龍臨也是做那種比較漸層吧 就是黑色然後配一點白色看起來就灰灰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其實他這些角是做出來的 然後牙齒也是都做出來 然後他的那個舌頭有點噁心 黑色的一定是沒有很常刷牙 跳不掉 那再來就是說 這隻龍的圓形是 甲龍 對 他是甲龍 然後 可以看到他後面這邊都是刺刺的 我覺得這頭比較像是那種 三角龍 甲龍好像尾巴還有一個槌子吧 對他甲龍尾巴還有一個槌子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 好那 因為我們剛剛就說他是 甲龍圓形 我們就要去看他背 背影殺手 真的很刺欸 刺蝟 確定他是甲龍不是刺蝟嗎 刺蝟 不過其實他這個是做比較軟的啦 所以 他不像是面筋龍那麼硬 危險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還是 要小心一點還是算蠻刺 對 對 不要拿來當躲避球 對 對 那剛剛也有說 這也很刺 那我不得不說 其實安吉拉斯有一個絕招 肉丹戰戰車 對他可以把 身體捲成一顆球 然後朝敵人這樣飛過去 尖刺版肉丹戰戰車 好這是我們 安吉拉斯 現在換我們哥吉拉的部分 覺得這個角度有點好笑 一樣啦 他的皮膚就是 黑中帶白 灰灰的感覺 然後 蠻粗糙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哥吉拉雖然 沒有像怪獸之王那邊的哥吉拉那麼帥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 他是一隻哥吉拉 對 畢竟年代比較久遠 對 對 好啦 看臉啊 這顏值你給幾分 87分吧 嗯 87分不能太高 對 牙齒做的還不錯喔 對 做的蠻還原的 尤其是這兩顆大腹牙 嗯 沒錯 他反而沒有像新版的 新版的沒有那兩顆 對 新版可能被拔掉了吧 他可能有去裝牙套之類的 好啦 我們檢查一下他的口腔啊 我看不到他的那個舌頭是什麼顏色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是 沒什麼刷牙吧 應該也是 對 帶過 我們轉過來啊 這個 各家的背脊 他的背脊就跟新版的不一樣 新版的都比較呈現是那種 三角形 有點像類似三角形的突然 嗯 的那種形狀 他比較不規則 對 他的尾巴就跟現代版的 比較不一樣 應該說 他的背脊沒有像新版的那樣 連到尾巴 嗯 新版的話尾巴的那個上方 他還有一點點 尾翼 尾翼 對 好啦 那 其實 哥老大都熟悉啊 就 就差不多是這樣 嗯 嗯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優缺點 優點的話 算 做工 還行吧 不會像之前那隻Q版的 哥吉安那樣 這麼黑 整個都是黑色的 他還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然後 最後 做點是 這個也不知道他是優點缺點 他很輕 嗯 很輕 看起來很像很重 其實他超輕的 對 他可能是 只有幾百公克吧 呵呵呵 真的沒有那麼重 不到一公斤 對 好那 我個人是覺得說 因為他很輕 你剛剛講 但他很小 其實還蠻容易收藏 不會說 一隻那麼大隻 然後在那邊站空間 對啊 嗯 這沒錯啊 對啊 至少怪獸可以這樣一隻排開 然後可以排個好幾個 一整個系列 好那感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 滿我們的 哥老 還有我們安吉拉斯 嗯嗯嗯 可是他其實算是很冷門的 怪獸 也不是說很冷門 就是因為他 前面都有出產過 但是以後面 越出越多的電影來說 他已經算是很冷門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按讚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跟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小鈴鐺 嗯那我是好 我是月月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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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小鈴鐺 Deputy